疫情升温其实靠简单爬楼梯就可以自我检测自己的肺功能 民众在家可以利用一分钟358登阶来测试自己的一个肺功能状态 像是民众在一分钟之内如果你是可以登阶50阶以上的话 表示你的肺功能其实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是连30阶都爬不到 那可能要赶快到医院治疗一下 医生也提醒其实很多人会把所谓的肺栓塞和感冒的症状给混淆 经常导致延误就医 本土疫情严峻肺功能好不好格外重要 但疫情期间不方便到医院检查 现在宅在家也能自我检测 我测试肺活量爬楼梯就可以 而且只要花你一分钟时间 一二三四 这叫做一分钟358登阶测试 如果一分钟内能登阶50阶以上 表示你的肺功能相当不错 如果一分钟内登阶30到50阶 属于中重度风险族群要留意肺功能了 但如果一分钟内连30阶都爬不到 属于高风险族群需要证意检查 一二三 民众在家不方便爬楼梯的 也能在现有空间内步行六分钟 在观察自己会不会喘嘴唇手脚 有没有发子 如果民众来得动对着影片进行憋气测试 也能测试肺活量 只要在A点到B点完成憋气就过关 国人最新十大死因中 撒红吸道疾病位列第七 最主要因素就是肺酸塞 但民众经常把它和一般感冒混淆 导致延误就医 肺酸塞就不会流鼻水壳 做酸痛这样子 那大部分会需要呼吸抗烦 胸痛 甚至有些人会稍微的咳一些血湿 疫情期间民众外出就怕染疫 肺功能好不好成了观察重点 不妨花个几分钟时间 简单自行检测 接着城堡城市集王东山 台中 撒红豆